废委員今天早上她是說 她問過黨中央的人覺得說 建議她不要辯論 你怎麼看 黨中央怎麼都沒有跟我這麼說呢 所以我不太清楚 废委員所謂的黨中央 是指黨中央的誰 是指朱立倫朱主席 建議說不要舉辦嗎 好像也沒有聽到她這麼說 之前您有提出這個 想要跟废委員辯論嘛 那废委員今天早上她是說 她問過黨中央的人覺得說 建議她不要辯論 你怎麼看 黨中央怎麼都沒有跟我這麼說呢 所以我很意外 因為辯論我覺得是在 民主制度裡面 一個很能夠凸顯君子之爭 以及呢 兩者之間不同路線跟風格的一個活動 所以呢 我自己是很支持辯論 那我覺得 不管是在總統的層級 或是立委的層級 甚至啊 我2018年第一次參加 議員選舉的時候 我們的選區還自辦了辯論會 當時人家邀請我 我也是直球對決就去參加了 不曉得黨中央的誰建議的 可是黨中央目前是沒有任何一個人來告訴我說 欸不要辦辯論賽比較好 這個是沒有人這樣跟我說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 費委員所謂的黨中央 是指黨中央的誰 是指朱立倫朱主席建議說不要舉辦嗎 好像也沒有聽到她這麼說 議長 但你今天還特別點到你說你辛苦了 那蔣萬安市長似乎有跟你說什麼 所以這部分跟幫我們解釋一下 蔣萬安這個市長他私下是跟我說 這個謝謝喔辛苦了 他是跟我說辛苦了 那我跟他說不會不會喔 你才辛苦了 大概是這樣子一個對話 所以我說過蔣萬安市長他其實是 很支持年輕世代出來從政的 那當然我們現在在初選階段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但我相信蔣萬安市長支持年輕人出來參選 支持讓國民黨開拓年輕跟中間選票市場的 這樣子的初心是不會改變的 然後請問一下 這位是排隊的 我們會有侵略的 那一陣子 我們會有侵略的